导航到原阳梯田景区 好的,即将为您导航到原阳梯田景区 开始导航,前方200米右转 右转 要开始绕弯弯了 全是三路 平均时速也就不到40公里 第一次看老科,第一次啊 路边选几次啊 进入奖区,前方500米左转,进入庆口公路 2010年哈尼盗作提田系统被联合国粮农组织 正式列入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试点 然后13年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然后同年13年被正式列入世界文化景观遗产名录 然后这里写着一个大大的世界文化遗产 这是中国的第45个世界遗产 文化遗产 三天七十一人 周票是125 一个人七十一种 两个七十 两个七十 一个人三十五 现在是半价吗 还是 我们是三大和谐区吗 老虎嘴都一是八大 目前只能去八大和都一是两个大姐区的 老虎嘴去不了 ok ok 数标处这里有个哈尼提田文化景观 咱了 据汉文献记载哈尼提田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开墾和耕作历史 哈尼提田是世界上海拔跨度最大规模最广阔的盗作文化区之一 这是整个提田的沙盘 现在到了一个小的观景台 全服装观景台 这边这种小的观景台也没有检票 对 他们这是刚擦完秧 然后这个稻田里边的水还不多 嗯 我们来的可能也 不太是时候吧 人家那个 又有水啊 有水对 但是水不多 现在水多就淹死了 对啊 但再往后那秧就长起来了 你也看不到啊 所以呢它应该是 什么时候水最多呢 呃 播种的时候 这不就是 插样不就是播种吗 插的时候 是吗 嗯 插的时候 它要先把那个 那个泥先弄好 然后放水 先把这个田育好了 然后把那个苗也育好了 把它插上去 那个时候是水最多的 嗯 网上说是 它的最佳观景时间是 12月份到4月份 然后我们现在是 5月中旬来 就很好 那这个稻田里边就 还有点水 然后那个 它这个水道的羊苗 刚插上了 然后 估计再晚点来的话 应该就看不到水了 因为它那个羊苗长起来之后 就看不到水了 应该是吧 就是绿油了 就很样 嗯 这边有一个当地的集市 非常热了 它们很喜欢养鱼的 对 它们很喜欢养鱼的 它们很喜欢养鱼的 对 它们很喜欢养鱼的 它们很喜欢养鱼的 它们喜欢养鱼的 割刀子的时候 对 割刀子的时候 割刀子的时候 一天割刀一天抓鱼 天天也可以抓鱼吃 这个鱼它们养大 挺好吃的 嗯 这是两个月的时间 嗯 现在划进去两个月 一天这么大 嗯 都说几十 这么大 这边的羊一年几熟啊 这边一年准几熟啊 几熟啊 几熟啊 冬天就行的 冬天那个亭里没有水 嗯 那个老人拿着那两个菜 找人跑去买了 好 这里有个菜市场 这边的老人都穿着民族服饰 都穿他们哈尼族的 他们都是用头 背个框 拿出来采购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还有肉 十块钱一碗粉 你怎么记得 嗯 刚刚问了一个那个当地人 他们这边是什么民族 然后他跟我说 这边主要是哈尼族和乙族 然后哈尼族偏多一点 然后我问他们怎么区分两个民族 然后他说主要是看衣服 然后 这个绿衣服的是哈尼族的 那他们这个是乙族的 看到了心心念念的烤豆腐 看到了心心念念的烤豆腐 是哈尼族 哈尼族 哦 所以黑色为主 这是用来做衣服的吗 对 哦 做衣服 你们去年表 嗯 你们去年表 这部也是手工织的 是吗 手工织的布 要扎两张 这是没扎两 扎两张 扎两张 扎黑 扎黑 扎黑了吗 扎黑了我们不衣裳了吗 做衣裳 做衣裳 出发的 看它有没有 好 这个是板块也扎凉什么的哦 有 你这是什么都做的啊 因为不太俗了 这个是复 acho吗 关键的 这处是复好了 可能是复好了 可以不太俗 这个是复了 那个是复古的 这个是复古市 偷是复古市 哈尼四季观景 这边看到的底庭的面积还是比较大的 所以我们是站在一座山上看另外一座山上 这边是公主过来的 行 四块 嗯 两个哈 啊 还热的 哦 好烫啊 谢谢 谢谢 哎 给你什么 多了个糖啊 糖啊 我没有糖 这个有水果吗 你能摘吧 那 这个给你 谢谢 不用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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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请注意急转弯 有水的话还是挺好看的哈 霸达观景点 对 到这边来看日露 哦 是吧 看的太阳了 对 有水还是挺漂亮的哈 里面就没水的 现在来了稍微点晚了 天色已经暗下来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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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现在早上六点了 我们刚刚爬起来 到这个多一树景区这边来看日出了 这是这边最后的一个收费的景点 现在也看不到什么云海 不过好歹这边的提前还是有水的 太阳已经出来了 要这时候要有个云海就更漂亮 更好看了 现在那边角落那里就有一点云 也不知道是云还是烟 不过现在也还是挺漂亮的 这个观景点的日出确实还是挺壮观的 不过就是大清早的有点冷 要来看日出的话 还是要多穿点衣服 这边的游客不多 没有那种特别拥挤的人潮 所以观景的体验还是不错的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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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所有的省份 然后拍摄了很多的照片 然后他在92年来到这个原阳的时候呢 就特别喜欢这里 被这里的这个提前景观就吸引了 然后他花了六个月的时间 在这里拍摄了一部纪录片 叫做三的雕刻家 是以当时的一个 那个哈尼族的一个巫师 为主人公拍摄的一个纪录片 然后同时他也拍摄了很多很多的照片 然后同时他也拍摄了很多很多的照片 关于原阳提田的 就现在在网上看到的很多那个 那个原阳提田的一些经典的照片 其实也都是当初 颜雷拍的在90年代92年93年的时候 然后他的那部纪录片在93年 在世界上的很多国家播放 然后引起了一个算是一个小小的轰动吧 就是93年还被一些欧洲的媒体 把这个原阳提田评为是世界七大 新发现的人文景观 所以当时就很多的外国人 分拥而至中国来到云南观看这个提田景观 所以这个原阳提田能够那个文明于世 是跟当年的一个法国摄影师分不开的 至少他的这个纪录片还有他的照片 至少是让这个原阳提田 早被世界文明了很多很多年 我们现在准备下到提田的里边去看一下 看一下他这个水流的系统 他那个据说是从山上引流下来 然后一节一节的 就是还是比较有特色的一个水流系统 灌溉系统 这是从山上流下来的水源 把他们把它引入到提田里边 然后一节一节的流下去 保证每一个提田都有足够的水 这个田坑这里有一个排水区 然后这边一节的水够了就会往下面流 这个这个还有一个那个水管 他会一节一节的通过这些排水区 还有水管什么的流下去 这样就能保证他这个田坑不会被水淹了 然后水又能够一节一节的流下去 这个这两个提田之间有差不多两米 像这两块提田这个既没有梨也没有插秧 然后还有旁边这个都已经涨浮贫了 这可能就是已经荒废的了 这边因为现在都是一些老人在种地 年轻人都没什么种的了 过几年可能都没有人种了 就都变成荒地了 没有 所以这也是一块荒废掉的地呗 对啊 基本上有水浮连之后这块地就废了 因为它野生能力很强 好吧 所以它是有好多好多条小的这种水源都流向上面的提田里面的 啊 这么小一条都要那个利用上 然后开始种上玉米 只能种两排 开始也都给种了 我觉得这就是他们这边的提田文化 就是捷径所能为我所用 凡是能够利用的资源 就是一点都不会放过 就是大山里的人们生活的哲学 所以才会发展成这样的提田 每一小块可耕种的土地都不会放过 这里的这个排水区 这里还加了一个栅栏 这应该是堵着他们到田里边的鱼 不让鱼跑出去 我觉得在这边的提田里边看这个提田的风景 比在那边的观景台看要美多了 而且这里还可以闻到这些庄稼的气息 听到水流的声音 这种自身其中的感觉 是那个观景台完全感受不到的 所以下次我如果再来看提田的话 我就不会再去花钱买那个门票了 直接到提田里边去看 就是走下来有点费劲 待会儿爬回去更费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